开启智慧型手表的镜头 画面出现室内天花板 还有一台在转动的风扇 没多久出现一个人影 女子拿镜头边走动边跟身旁的人讲话 完全没发现自己的一举一动 通通被录下来 而真正手表的主人是他 就是看到这个画面 当事人才发现原来遗失的儿童智慧型手表 是被人捡走 事件生一家人13号到桃園中立一间饭店度假 中午check in完 就先去游泳池玩水 两小时后发现 女儿的手表不见了 打开定位追踪 发现手表已经在距离饭店 八公里远的地方 当事人找了两次都失败 睡觉前再试一次响铃功能 终于让剪到手表的人曝光 把画面给饭店人员观看 然后他一看就知道这是他们的常客 是能把手表找回来 最主要也是有录到对方的长相机画面 不然我相信对方应该也不会主动的把手表做归还 当初买智慧型手表给女儿是为了确认孩子安全 用了两年突然不见 女儿也很焦急 这回对方隔了一天才归还 可能以为没事了 但是 我旁边点照的 这句话也成了提告后关键证据 TVBS新闻高杰黄敬芬桃园报道